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说到您同学的话 我想就不能回避一个人 叫郭世音 郭沐柔先生的儿子 您说他是对您的生命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我现在能写这些书 我觉得可以最受到他 读书有用 最新读书的方向标 读书有用 就看你读不读 就看你用不用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读书有用节目 和新浪网联合制作的在线访谈 今天来做客嘉宾是著名的 哲学家而兼文学家周郭平老师 我们要聊的是周老师的主要是这两本书 随感集 一本叫人与永恒 一本叫风中的止泻 这两本书到底修订之前和修订之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修订比较多的是风中的止泻 人与永恒没有做什么大的变动 人与永恒以前出过两个版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 对 我最早看那个版本 八十年 第一版好像是90年 第二版好像是92年 那个版本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东西了 我基本上没什么 已经永恒了 已经永恒了 我就没有这么动它 那么风中的止泻应该说动得比较大 我写人与永恒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很沉重的很有使命感的 后来写《风中的止泻》的时候应该说是心态比较轻松一点 比较超脱一点 这是一个方面 因为其实我是针对不同的东西说的 人与永恒是针对他的内容说的 这本书的内容说的 《风中的止泻》是对他的形式说的 就是短吗 并小的 你为什么喜欢写这种又短又小的东西 一般哲学家都喜欢高头讲章 厚厚的巨著 最起码像尼采同志这样一本书才行 尼采同志也不是这样的 尼采同志也写了很多的 《茨拉托斯特拉卢士说》很短的一条 《茨拉托斯特拉卢士说》倒是比较完整的东西 《闪文思涩》的东西 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风中的止泻 这书怎么写出来 你在床头 暗头都有一些小纸片 小纸条 然后想到什么就赶紧把它记下来 日积月来就成了这两本书 对 我曾经有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可能是在大学的时候形成的 起码大学已经开始了 可能中学已经开始有一点了 就是我喜欢随手寄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时候觉得脑子里散过一个念头 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 很得意 可是过来的话你再想一想 你到刚才想的是什么 一点完全回想不起来了 就像人做梦一样刚醒了 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过两小时 对 就是这样的 其实真正很多活的东西 精彩的东西 往往是这样散过的 散过了 但是有些人就善于把它留下来 散过了就把它留下来 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就成了作家 也可能成哲学家 也可能成哲学家 因为好多哲学家都喜欢 刚才讲尼采 包括蒙田 蒙田随品 非常短 对 包括培根 对 包括书本华有的也非常短 对 书本华也有这样的东西 我注意到您在这个序里也提到了 不知道是故作谦虚呢 还是觉得真是如此 说你自己非常醉心于空阔平易的人生哲学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主题 爱与孤独生死这些东西 为什么讲空阔平易 照理说这些主题都是很大的 对人的生活都很有影响的主题 对 其实这两句话是 我的意思是空阔实际上是指 好像是和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太关系 太大的关系的 比较大 比较空 但是另一句我又把它补回来了 又平易的 其实关系很大 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很大 我想的那些问题可能在平时的生活中不太有用 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想那些问题 所以对具体的生活没有用 但是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觉得关系很大 讲到一个人的环境和性格会造成人的命运的不一样 你特别举了例子 就是说一个同学聚会 有的同学发迹了 有的同学在生活当中比较沉沦 是你基于生活的实际的经验 还是一种一般的宽泛的描述 就是你的同学 其实我那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人的命运 其实基本上是已经确定了的 我是这样 我是比较宿命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 所有的人的一生全都预先安排好了 但是你基本的道路 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 真的后来我大学同学现在都老了 但是我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现在和他们 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所认识的他们是连贯的 有迹可学 是连贯的 每一个人道路其实都可以理解的 那说到您同学的话 我想就不能回避一个人叫郭世英 郭沫若先生的儿子 您说他是对您的生命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我现在能写这些书 我觉得可以追溯到他 就是我像我这种习惯 脑子里一个闪光有什么 我给他写下来 就是完全经常做这种急性的 我把它说成是文字缩写 有的人画家 他用素描来来缩写 那么我用文字缩写 这种习惯 我是受他的影响阳城的 各位观众 如果您对周先生的书 《风中的纸械》和《人予永恒》 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的话 都欢迎发送短信来跟我们沟通 无论你是中国移动用户 中国联通用户 还是小灵通用户 都可以发送短信 95882933 每一位发送短信的朋友 都有机会获得我们赠送的 《风中的纸械》和《人予永恒》 这两本书 读书有用 就看你怎么读 就看你怎么用 你在里头也不止一次提到 其实你挺下往那种 独身的一种生活 但是你自己却结了三次婚 这怎么解释 我也没有说 我想忘独身的生活 说孤独和沟通 都有大的快乐 孤独有什么快乐 沟通有什么快乐 你在孤独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你自己的独立独特性 像这种独立的独特的自我 对自我的感觉会特别强烈 特别鲜明 我觉得这种东西 其实是挺快乐的 如果没有这种感觉 是很可怜的 我觉得 但是同时人还是有另一种需要 他还需要他的同类 这种同类从广义来说 是对其他的所有的人 他都有一种需要 所以他们一缘 要有这种感觉 另外一种 他就是说 和自己特别相通的这种人 这样的同类 他还是需要有这种 被理解 理解和被理解的这种需要 好像更多的强调了 孤独的快乐 是吗 这个我可能是有一点灭反心理 因为人们太看清孤独的价值了 好像认为孤独都是痛苦 所以我就要强调 看到孤独的它的另一面 其实这个社会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我觉得更加看不到孤独的必要性 孤独的快乐 孤独的这种对一个人的精神 这种重要性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一个人如果不能和自己相处的话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没有灵魂的 真的是没有灵魂的 您在书里头写过说 您希望每个周末 或者说每年年关的时候 熟悉的那一刻 你都希望自己一个人度过 那这几年是这样的吗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那你太迷人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 我就想说 发呆吗 还是写东西 这其实是一种说法 对吧 我就是说应该有经常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其实以前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 因为以前就是我一个人在北京 尤其上研究生那段时间和研究生毕业那段时间 也就是写人与永恒的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是经常有独处的时候的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那时候我思想很敏锐 感觉特别多 是特别丰富的一段时间 从独处和沟通的问题 我们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单身和婚姻的问题 就是独身和婚姻的问题 你在里头也不止一次提到 其实你挺下往那种独身的一种生活 但是你自己却结了三次婚 这怎么解释呢 我也没有说过想忘独身的生活 但你分析了两者的利弊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从人性来说 这两者其实是冲突的 两种需要多有 一种就是因为它需要人间的温暖 其实你要得到人间温暖的一种最妥善的办法 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结婚 是吧 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这肯定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但是同时其实人还是有这种孤独的需要 或者说自由的需要 这两种需要都是会有的 那么婚姻肯定会对这个东西造成一种限制 甚至一种损害 最起码挤占一些独处的时间 对 不光是这样 而且你起码挤占独处的时间 另外也确实限制你的自由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最后你就是人不能贪心 不能贪心 不能什么都要 其实是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的 你只能选择一样 然后另一样 你就有限度的得到一点就可以了 哲学家一般都是所谓伟大的提问者 爱智慧的人 喜欢问一些终极的问题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爱 生死 孤独 我记得钱钟书先生小说里头 《围城》里头 有一个人就问 所谓的哲学家出身明显 说你最近在搞什么研究 也有人这样问过你 最近在搞什么 你的回答是 我最近什么也不搞 这种无为而至的工作状态 是一个哲学家生存的最好的方式吗 我这个主要是指 因为我在研究机关工作 大家都很在乎 你在搞一个什么课题 中间是有单位的人了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 都很在乎搞一个什么课题 最后搞出什么成绩来 因为我觉得这种弄法和哲学的本意离得很远 离得很远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在这种事情上特别在意 写一本什么书 搞一个什么研究课题 什么的 特别在意 建立一个体系 什么论什么东西 在建立体系的人 现在还是比较少的 无非是研究一个哲学家 或者研究一个概念什么的 这种东西 就是《围城》里头所讽刺的 他们不叫哲学家 叫研究哲学家的家 对 我是不太在乎这个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没搞这个 你好像就没有搞哲学 没有成果 就没有搞哲学 我是喜欢把自己的心态放得真的超然一点 去想一些问题 我看书也是这样的 我真正是结合我自己想的问题去看书 我觉得这种状态 哲学和我的生活是一致的 完全是一体的东西 这样比较舒服 从我自己来说 感觉比较舒服 好的 各位观众 如果您对周先生的这两本书 《封中的纸械》和《人云永恒》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提问的话 都可以编辑短信 读书有用 无论你是联通用户 移动用户 还是小联通用户 都要编辑短信 读书有用四个字 发送到95882933 每一位发送短信的观众 都有可能得到我们节目组赠送的 免费的《封中的纸械》 《封中的纸械》或者《人云永恒》一本 读书有用 就看你怎么读 就看你怎么用 如果你让我连续看两个小时的报纸 我看完以后的心情是沮丧 我觉得我脑子里乱糟糟 我什么都没得到 还有一种说法 现在不知道您听说过 您肯定听说过 叫做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 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还有一个问题 和我们读书节目非常有关的 您引了费尔巴哈的话 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一个人他阅读些什么东西 我们就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人 他写的东西也取决于他阅读的一个档次 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书 我们就不知道 昨天您平时自己喜欢读哪些书 除了理睬以外 我喜欢读的书 我觉得 当然一般的书我也随便翻翻的也有 但是我认真读的书 一般来说我都是经典著作可以说 我还是比较相信经典著作民主 都是哲学方面 哲学和文学 历史学 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看这些书 我确实觉得这些书好看 就是说你就是让我消遣的话 我看这些书得到的这种消遣的快乐 要远远超过 比如说看那些小报纸 报纸上那些新闻 很多人是拿报纸来消遣的 但是当我拿报纸消遣的时候 我感觉我脑子里面是乱糟糟的 就是看完以后 如果你让我连续看两个小时的报纸 我看完以后的心情是沮丧 我觉得我脑子里乱糟糟糟 我什么都没得到 可是还挺疲劳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报纸上很多事情你认为都跟你没有关系 实际上你看到的大部分事情是确实是和你没关系的 是不需要你去解决的 不需要你去思考的 确实是这样的 李敖有一句话很形象 说追新闻屁 追新闻屁 就是说人不需要每天在第一时间里头知道一个新闻 然后不断追踪下去 当然很多人有这样的爱好 这是我们的媒体或者说电视媒体的一个重要生存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看那些经典作作 看那些民众 你真是感到愉快 我确实觉得这种享受是一种休息 不是一种劳累 我注意到在您这个书里头 除了对西方这些打折通如的语言有些引用以外 还经常引用一些好像是圆曲里头出来的东西 您对圆曲有什么样的 圆曲是偶然的 但是这里头好多条都是从圆曲里头出来的一些话 是有一段时间有人让我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主要是 它叫做圆曲 还真有这事 圆曲欣赏 从新的角度去欣赏 所以我就把两本圆曲的选 我很认真的看了一下 觉得很有意思 比那些文周周的唐诗颂词 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都是大白话 还有一种说法 现在不知道您听说过 您肯定听说过 叫做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 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在大学里流行的话 这十多年前 现在可能也是这样 您的读者当中 反正在我的个人小范围调查当中 是女性居多 你知道这事吗 我没有统计过 但是好像是 是这样的 我觉得男性也有很多喜欢的 就是青年人 他们 反正有好几个小伙子给我反驳这个话 我们也很喜欢 因为我确实也发现 很多先生告诉我 老婆爱看 老婆爱看我 你的书 她不说自己爱看 你觉得你的写作的时候 更多的想象的你的读者 是男性或者女性吗 没有 你会想到 没有任何这样的想象 没有任何这样的预设 没有 而且我觉得我写作的时候 没有任何关于读者的预设 除非是写那种评论性的文章 那是有针对性的 一般自己真正自己喜欢写一些 写那些关于人生 这些问题 你要说针对 我觉得都是针对我自己 好的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无论周先生这两本书 《人与永恒》 或者《风中的纸械》 对您意味着什么 对您意味着是永恒的价值 还是像《风中纸械》一样 你看过了就算 我们都得庆幸 在这样一个喧嚣的 浮躁的大时代当中 还有周先生用他的写作 来引领我们去思考一些 平时无暇去思考的一些 重大的问题 谢谢周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愉快的时刻 谢谢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